看长相就知道 许萌是个特别乖巧懂事的孩子 从小父母就把生意看得比他还重要 许萌虽说心中有些不舒服 但他还是乖乖听话 尽量让自己忙起来 好忘记没有父母陪伴的烦恼 这也是为何许萌是个富二代 还要去超市推销东西的主要原因 如果仅仅是做兼职也就罢了 可许萌的单纯愣是被一个渣男给利用了 18岁 正是对爱情懵懂的年纪 许萌也不例外 他在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中 认识了渣男 或许是因为对方长相帅气高大 也有可能是性格温柔 让从小就缺爱的许萌一见钟情 之后但凡是渣男的邀请 许萌就会向小孩子得到了糖果一般开心 而且次次都会赴约 除此之外 他还把自己的清白给了对方 之后但凡父母不在家 许萌就会收到渣男同居的邀请 虽说他已经年满18岁了 可心智还如同一个孩子一般 在家上恋爱恼的催化 让许萌不计一切后果地跟着渣男走了 久而久之 许萌便怀孕了 只不过他还不知道 还傻乎乎地去做兼职 好养活自己的男友 如果不是碰到了任天真等人 估计许萌的命就没了 宫外孕 这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子来说 似乎成了难以启齿的病症 许萌在住院之后 还曾渴望过渣男的关心与探望 可结果呢 对方连一句问候的短信都没有 这也就罢了 自打许萌宫外孕的消息流出之后 渣男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 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许萌也因此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值得被爱的存在 长期压抑在这种情绪之下 精神能不崩溃吗 本以为许萌在吸取了教训之后 多少会对渣男有所警惕 可跟着任天真混了那么久 眼看着就要从阴霾中走出来了 一条条不知名的短信 再次让许萌陷入了两难之地 其实在医馆这么久 许萌早就知道 自己的纠缠 对于人家来说是个麻烦 如果不是因为贪恋任天真的兄长之爱 许萌是万万不想麻烦人家的 手机里的秘密 让许萌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他本想跟任天真说些什么 可看着人家在忙 也不好意思开口 孙头头倒是发现了许萌的不对劲 甚至想查看手机 找出让许萌纠结的秘密 谁曾想一向对他和颜悦色的许萌 竟然会因为偷看手机这种行为 跟孙头头生气 孙头头的行为是不对 可许萌如此神秘的模样 难免让人怀疑 是不是前任又来找他了 难道说宫外孕的教训 还没让许萌清醒 如果他抛弃任天真 与渣男再续前缘的话 这整个人设可就毁了 已经在感情上受过一次伤的女孩子 就算恋爱脑再强大 也该看轻渣男的面孔了 许萌的心智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 如果再次受到伤害 那对他的生活恐怕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到时候就算人师出马 也于事无补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